都是我們的辦公室 這樣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好 這個生意做得好 還有什麼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各行各業 當你做得越好 業績越大 成本越高 同意嗎 同意 為什麼 因為你的業績越大 你的人員就要越來越多 你的辦公室就要越大 你的湯厨就要越來越大 對不對 很少沒有我倉儲的 很少沒有辦公室的業績越大 所以生意要做大 他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就是一樣要大 這樣對不對 可是做生意 他不都是累積起來的嗎 所以有一句話 萬事起頭來 所以萬事起頭來 那如果你能夠找到三五個 志同道合 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 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 每天做一樣的事情 會不會一直累積起來 會 每一個人講話都是一樣 就是剛剛拿渡講的 OPP有幾個人會講 講話都一樣就好了 難得這個38團隊 所以除了OPP會講 你看他是讓誰講 讓有能力的人先講 舉例剛開始 我就先要求我自己要先講 我要要求我先講 因為我剛剛已經開宗明義了 我說今天你只要把人帶來給我講 其他的責任在我不在意 所以由我自己先講 但是一個人講夠嗎 很多的人做很多的事情 最後會做到內討 為什麼 因為只有他一個人做 但是如果你能夠訓練你自己 這樣的一個條件 有一個兩個三個總經理 甚至有十個總經理 你會不會做一點輕鬆 會 會 這就是觀念 所以當我要做一個企業的時候 我就已經想好了 Reway就是我的企業 而這個企業 那我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第一個 如果我今天要做一個總代理 我要不要去想盡辦法 把這東西代理進來以後 我還要埋退了 或囤落在那個地方 要不要 我還要去佈局 佈什麼局 我要找辦公室什麼這些都要 但是來到Reway都不要 所以這樣的生意 容不容易 容易 容易吧 好 那如果容易的話 可以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可以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假設這個地方的結果 用兩年 來這邊有沒有做兩年的孔雀有沒有 一年的孔雀有沒有 四個都沒有 那沒做幾年的孔雀 美鳳你做多久 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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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做了孔雀 這幾個月 總共收入多少 八十一年 一年 你算一年收入多少 去年獎多少 那個什麼 那個營業 五百多萬 五百多萬 來給他掌聲一下好不好 去年就五百多萬 五百多萬 除以十二頂多少 五百多萬 六十 四十 四十萬 四十五 總統的收入耶 所以這樣的一個邏輯 你懂得這個關鍵了沒有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來談的是什麼 如果你找了對象 是來跟你合作的 跟你去談消費者的差別 消費者 舉例 剛開始我不是跟你講說 要把你的親戚所有的家人都帶來嗎 但是你帶完了 以後賣完了以後就找誰 找誰 其中有一次我去跟他上課 這一群人全部都是什麼 兼差的 只有禮拜六來的 我就問他說 你們這些東西你們怎麼做 我啊 你們今天禮拜六為什麼還來 他在學習啊 我想要做聚會啊 我說 問題是你 平常在上班 你怎麼做這個東西 他怎麼就 我就說那你們想怎麼做 他說賣啊 賣這東西啊 我說那你要賣給誰 他說賣給親戚啊 賣給朋友啊 我說那賣完了呢 不是去賣給陌生人啊 我說這種生意你來找我 我絕對不會跟你做 我有病啊 所以我剛才講說 如果你這樣的想法 那當然 最後你這條路還是手頭 可是如果假設 我告訴你 你找五個人一起合作 找七個人一起合作 這七個人呢 每一個人 來了以後 你就想盡辦法 讓他達到惡心 惡心能不容易 能不容易 舉例 我今天為什麼請大家去聯絡你的所有消費者 假設這些消費者 你們當時呢 停我們6月38團隊的所有領導 買了一套產品 有人可能吃的有效 有人可能吃的沒有效 那在這個地方 我要跟你講 沒有效 不是代表沒有效 原因是因為有可能這過程中 我們6月38的領導人沒有告訴你應該注意的事項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代表6月38團隊的大家想 向我們這一些所有消費者說聲抱歉 謝謝 對不起 我希望你們可以聽懂 一位這個產品 這個產品呢 叫做活細胞療法 難道活細胞療法 人的體內 之所以會生病 就是因為壞的細胞多 對不對 對不對 或者是細胞不工作的老化 難道活細胞療法就是好的細胞 會進入到體內 今天體內要跟我們的壞的細胞在打仗 在打仗的過程中 你是沒有感覺的 為什麼 因為你不懂 那如果假設你今天已經生病了 裡面的壞的細胞對不對 男兒你只吃兩顆進去的好的細胞 量多還是少 少 贊得贏嗎 贊不贏 再加上你以後呢 不愛喝水 那不愛喝水 這個時候 細胞壞的細胞好的細胞是不是繼續作戰 那要怎麼讓那個壞的細胞出來 就要多喝水 所以第一年 我做Reway的第一天 我就告訴我們團隊的 假設我們要給對方吃 如果對方告訴你他不愛喝水 請你不要買 不愛買 其中 我們現在有一個很了不起的一個大理秀 叫陳榮麗 陳榮麗當時來到我們會場 他就告訴我不愛喝水 我說不愛喝水就不要買 他說可是我想吃耶 那你就喝水啊 後來他才一開始帶水 因為喝水很重要 為什麼喝水很重要 這是我過去要傳達的觀念 人的健康 人的健康 人健康 容易嗎 為什麼不容易 為什麼不容易 因為現在空氣 陽光水是必須品通通出了問題啊 空氣有沒有出了問題 有 PM2.5啊 大氣層破壞啊 是不是 對 陽光 是不是也一樣 水 是不是下雨都有酸雨對不對 對 空氣 陽光水 都出了問題啊 所以 身體的健康不容易啊 再加上現在的人都吃得太好了 那真正的平衡有兩個關鍵很重要 第一個關鍵叫什麼呢 敬出平衡 有敬要有出啊 我們現在很多人吃三餐 但是你多久才出一次 有人呢 七天 有人三天 有人一天才一次 對不對 這一些 通通都是最大的問題 這個市場 走到外面去看一下 有沒有很多的招牌都在對便秘這個問題在做解決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身體出狀況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敬出不平衡 有敬有出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敬出不平衡會造成健康的問題 假設 今天 我們人體的體溫多高 37度 36度 對不對 假設 今天熱色 燜在36度 37度的 這個溫度裡面會怎麼樣 臭 臭掉 爛掉 所以當你的進出不平衡就會產生什麼 腫瘤 就是這樣 所以我當時要做水的時候我就要傳達這樣的觀念 另外一個觀念叫什麼 酸鹼要平衡 什麼叫酸鹼平衡 假設我們今天 現在人 跟以前人 跟以前人不一樣 過去呢 30年 40年前呢 一個家庭要吃一個肉 要吃多久才吃一次 一年拜拜兩次而已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呢大部分都吃地瓜葉什麼什麼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的健康很很容易 但是現在 哪一天不吃肉你告訴我 還有 我們家庭的桌上 一坐下來 海鮮 豬肉 牛肉 這個什麼 羊肉 甚至雞肉 有沒有 結果青菜才一盤 然而 剛剛那些肉都是酸性 青菜一盤才是鹼性的 所以 當時我這推廣一個叫做酸鹼平衡 所以那個時候呢 假設我們家裡的桌上的菜 你有兩道是肉 兩道就要青菜 就叫酸鹼平衡 所以這兩個觀念你有人懂的時候 對我們健康是有幫助的 有進有出 好 所以這觀念你懂了以後 水重不重要 那水要怎麼喝 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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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 40cc 那為什麼體重乘以40cc 過去只要喝30cc就好了 但是因為 就這個Petit 他必須靠血液來輸送 那血液來輸送的時候呢 他會進到我們體內呢 就把我們身上的所有的水分鎖住 鎖住 因為他要輸送養分 所以這時候你的水分加足夠 一直加熱進來 所以有沒有很多人吃了Petit 以後開始會口渴的 對 就是這樣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你看 所有東西他都有邏輯的 他不是用講的 這個好啊 這個好啊 怎麼還 不是不是 他一定有邏輯的 而我個人在做事情 我就是要探討所有邏輯 我在那邊的邏輯呢 都是什麼 有科學的 而且是客觀的 而不是什麼 控制是主觀的 所以如果你這樣站著光四七雲做這樣的事業 你覺得簡不簡單 能不容易 很容易的 所以我們在傳達一個觀念 那這時候呢 你就要插旗布局 好 那過去 這些消費者 你們只是消費者 可是呢 難道你們吃了這一套的時候 你們沒有想要再另外賺到錢嗎 想 有沒有很多人想 可是因為 他太運氣 看什麼運氣 看誰推薦你的 搞不好他昨天才買的 今天就推薦你了 你就相信他了 結果你也不會做 他也不會做啊 是不是 所以這些消費者呢 他們的只是吃 而且吃的還沒有效 為什麼沒有效 因為他把他當心單贈 對 因為他告訴他他會不會有效 那結果他就一直注意 舉例 有人說 吃了這個以後三天耳朵聽到 結果吃的人呢 認為三天就會聽到 所以在他第四天沒有聽到的時候 欸 你這東西沒有效 我不吃了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有 還有 還有 當我們給人家的時候 你有沒有關心他 欸 早上吃了沒 下午吃了沒 有沒有喝水 你有沒有關心他 還是你只能賣給他 就不理他了 所以很多的消費者 都變成別人的什麼 白老鼠 對不對 對 因為又沒有關係 沒有負責 所以我第一天開始做六位的時候 我就告訴我們團隊 我們做這些事情是要負責的 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人 天天在忙 會忘記吃啊 會不會 我們準備忘記 會 會 甚至有時候吃過 還會覺得 是不是有吃 會不會這樣 會 這就忍耐 所以你要去知道 人家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去做這樣的關心 但是你在這關心的過程中 會不會讓別人看到 我們做事情的態度 所以如果你今天 能夠來排一個人 關心到最後 他有沒有可能 因為吃的產品 本來沒有什麼效果 還會介紹給人給你的 會不會 會啊 會啊 為什麼 因為他很清楚 全世界沒有一個產品 會是百分之百的嘛 有一個產品會百分之百嗎 注射都沒有百分之百啊 新聞報導就報導啦 我細胞療法 用注射的方式 在俄羅斯 他會成功的比例是 53%到62% 所以怎麼可能吃的是百分之百呢 但是如果你做的方式是對的 搞不好是百分之百 為什麼 至少乙尾紋變少了可不可以 可以 至少法律紋變淡了可不可以 可以 這裡有沒有很多人吃了都變年輕了 有 那其他的這個疾病的問題 我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的外表變氣色變好了 精神變好了 值不值得 值得 但是如果你真的認真的吃了這個產品以後 再去做檢查 你會發現你的細胞的活躍度 比人家同樣頂的還高很多 為什麼 因為 我們看不出來嘛 但是我們有疾病的人會專注在那一塊 這樣了解沒有 所以如果你懂了這個消費者的心態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今天就算你賣給他惡心 今天賣給他一心 你都是死路一條 消費者 為什麼 因為他講到喬治 喬治呢 認真的在做reway 做得很好 但是經過了一年 雷哥他做了開始的十月 十一月開始之後 隔年的十月二號 他在日本 他就跟我們講 怎麼辦 我現在眼前 出現了三個影子 將近看不到 怎麼辦 結果他趕快不會回來 不會回來的時候 就到了正心醫院 到了正心醫院 醫生就說 開刀 如意推過來 結果要開刀的時候 他心裡還想 哥哥他女兒講一下 說我可能要在台灣開刀 眼睛怎樣怎樣怎樣 結果他女兒說 那你不要在台灣開 你回來澳洲開 我幫你安排比較好的 醫生幫你開 但是喬治呢 每天在跟人家講 V-E-L-K-T-E-L 是活細胞腰化 每天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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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經驗者 所以他每天在講 每天在講 剛剛那個阿嬤 花蓮這個阿嬤 帕斯金證 也是他的團隊的人員 他也看到實際的很多的案例 什麼癌症的 吃了這產品 改變的 實際看了很多的案例 他現在想 我要開刀嗎 各位 開刀有沒有風險 有 什麼風險 失明的風險 什麼風險 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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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明的風險大了 大 原來一個人看得到 突然一開刀出 看得到了 哇這個風險大了 哇 所以他認為 我每天在講活細胞了 每天在講活細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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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醫生講的 都跟什麼人講的 為什麼我不自己 給自己機會 所以他就跟他兒女兒講 我不開了 他跟正希怡講 我不開了 他就說我要吃patee 所以就吃八個量 一天吃八個量 就是吃飽五顆啦 一天吃十五顆啦 這樣聽懂沒有 不是一天吃八個量啦 一餐吃十五顆 吃五顆一天就十五顆嘛 所以他吃了三天 他產生了什麼結果 三個黑影子在眼前 消失了一個 再吃了一個禮拜 又消失了一個 吃了一個月 全部的三個被一點 然而我見到他 我就開他開玩笑 誒科技啊 眼睛這樣好了嗎 他說好了 現在都看得到 我說看得到 真的還假的 我都覺得你們講話都有點誇張 那那個時候我就問他說 誒就這樣 那你這樣吃喔 你當時為什麼 就相信這個產品嗎 他說鬼才相信 他說鬼才相信 他又馬上補了一句話 我說那你吃了有什麼厚一陣 我說你沒有看到我PU更好了 沒有看到我氣色更好了 昨天可靈利在他的Facebook貼了兩張相片 跟他的同學兩個拍照 如果有用Facebook可以去看看他 跟他的同學喔 我那個差距真的很大 所以假設一個交位者 他不一樣喔 他這邊開刀就開刀了 但是假設他買二星 他可能吃了一年還沒吃完 他可能 有 他只吃三套 他有沒有可能 有 他就來找你了 欸 真的 我要退貨 因為什麼 退貨了 會不會這樣的情況 可是問題是 他的眼睛怎麼造成 他自己很清楚 我們的究竟 早上起床就開始手機傳資料 開始寫資料 晚上要睡覺之前還在傳資料 手機對我們的眼鏡上不上 上啊 但是所有人都只認為你吃了這產品沒效 他不去想的是我這個過程啊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找消費者的風險大嗎 大 但是老的經驗者今天喬治遇到這樣的問題會不會自己解決 為什麼 因為他還想做這個生意啊 接下來他因為這個風險很大啊 但是如果今天他沒有開刀了 請問他吃的這個很好 他的信心會不會更強 會 他講話會不會更大聲 會 會不會拍胸肚子 就幹嘛 但是不需要拍胸肚子 好 所以這個時候為什麼要找消費者 清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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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了 所以這是很關鍵的 從立位做38團隊由我開始 我就告訴所有人 我們不找消費者 因為我很清楚消費者是盲目的 消費者是被教育的 但是消費者最大的問題在於什麼 找雜 對不對 消費者是不是在找雜的 有沒有那種花錢倒爺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有 消費者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如果找基因者跟消費者的差別 懂得沒有 好 既然懂得 我們怎麼找基因者 假設基因者 你想要找他 你要知道他可以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嗎 人而是因為 那我研究了以後 我發現他是百利無以害 我們最怕做一件事情會害到人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你去找他 他為什麼不敢跟你做 因為他認為我們這是直銷 那直銷呢 會破壞他的人脈 你不要以為 很多人一開始他就一定做了 原因為什麼 他是很愛惜自己羽毛的 如果他不夠評估 不夠清楚 他是不會做的 因為他的人脈 他在社會圈 他有一定的條件的人 他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接受的 所以呢 這時候我看到了什麼 百利無遺憾 為什麼百利無遺憾 這個產品吃的 效果有時候 怕死人 對不對 這產品有沒有吃的怕死人 有 有 有很多賣保健品都講到 講到怕死人 但是我們這個產品是吃到怕死人 就像他的媽媽耳朵聽不到聽到 怕死人 嚇死人了 你講的是真的還假的 這邊就有多少個案例這樣子 對不對 從2015年1月3號做入reway開始 1月1號開始做reway開始 現在我們這個團隊已經超過百個人 耳朵聽不到重聽的聽到了 嚇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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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我們親眼自己介紹給他 他跟我們講我本來不相信對不對 有時候我在常常講 我在講的東西好像我在做 你們看過那個電視劇有沒有 有 電視劇裡面常常是不是有了這種 敲鑼打鼓的說 來來來來來 吃了完苦的 嚇死人 眼睛看不看有 人家聽不聽 有沒有 有 我都覺得我好像王滑山 講的真的有點誇張 嚇死人對不對 對 好所以是百利無以害 什麼叫無以害 吃了不會害到你 為什麼 因為他有很多的證書在那個地方 有沒有證書 有 而且他最重要他是食物等級的 什麼叫食物等級的 就像積壓魚肉蔬菜而已 如果積壓魚肉蔬菜而已 難得另外這個手耳的成分 他都是用天然的食物去做萃取的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 趁疫苗做的時候有一些風險 你知道什麼風險嗎 食物的價格的起漲 還有什麼 還有有可能因為風災天災什麼 造成一個 這一個 他的那個什麼 天然的食物 沒辦法去達到我們要的東西 那這一些 因為全世界很大 所以這個東西也不用擔心 但是呢 全部是天然的 所以一路可不可以吃 可以 可以 一路為什麼可以吃 因為他是天然的 如果今天是藥 可不可以吃 就不能吃了 所以我們這是天然的 完全沒有西藥成分 所以這是一個關鍵點 這樣了解嗎 所以百利遺憾 好 所以我們不會害到人 那接下來是 這家公司 有一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沒有從銷 各位 從銷這麼重要 從銷這麼重要 其實是很重要 對一個公司的成長 以及公司的一個業績的未來 他必須要從銷 為什麼要從銷 因為有從銷才有責任額啊 有從銷才有責任額啊 再來 他沒有責任額 有從銷才有營業額 不是責任額 所以他沒有責任額 那如果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買了產品以後 要做不做 可不可以 可以 那你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所以有沒有壓力 沒有壓力 沒有壓力 那過去呢 在六位公司呢 他是 投入了以後 今天就多扯 都一樣可以把你的資格 維持在這個地方 但是因為公司已經12年了 那這12年來 會不會產生很多狀況 舉運 有個人在三年 他公司開了第三年 那接著他介紹了他的朋友 去吃了這個產品 而吃這個產品的時候呢 是因為媽媽身體有問題 所以介紹給他 結果吃得很好 但是他沒有投入來做對位 可是經過了現在12年 在今年剛好有一個非買 要去找他來合作 結果找他合作的時候 他說 我已經之前有買了 已經有資格了 他可不可以跟他合作 可不可以 不可以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公平性就沒有了 這樣了解沒有 所以公司呢 在去今年4月開始 調整了一個東西 就是以一年 假設在你的帳號 不管你今天有10個20個 只要有其中一個帳號 產生多一塊錢 這塊錢有可能是對等獎金 有可能是發展獎金 通通都算 你就可以延續再一年 這樣的資格 知道嗎 知道了嗎 好 所以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他沒有責任的 他本來這個資格 也一直都存在 假設有多一塊錢 你就永遠都在了 好 那這時候呢 我要找你來幹嘛 來賺錢 賺錢有沒有興趣 所以我希望你們去跟他談的是什麼 賺錢 為什麼要傳賺錢 因為你是總代 因為你是總經銷商 因為你是總部 那你的總部你是要找人來賺錢 還是要找賣東西給別人 賺錢 賺錢還是賣東西給別人 賺錢 是不是賺錢 對 如果你找最後賺錢 對他會不會有興趣 對 會有 也會沒有 那沒有你幹嘛強調 一定要跟他講 對不對 對 他就不要了 舉例我最近就聽到一個阿密 有人竟然在我的會議裡面講說 我認為他應該要吃 我認為他應該做 你是誰 你媽媽 爸爸認為你應該好好讀書 你有沒有好好讀書 你爸爸 你媽媽 認為你應該好好找得好 穩定的工作 工作 你有沒有好好找得穩定工作 都沒有 沒有 你怎麼憑什麼你叫人家要這麼做 人家要這麼做 對 清楚那邏輯嗎 對 他又不是你的誰 你憑什麼用這種態度去想別人 但是如果假設 我們要做一個事業 我們要找的是願意做的人 當然願意跟我們願意 是不是比較容易做 對 如果他今天不願意 你一直叫他做 其實是很辛苦的 對 所以你要找的人 是要找到我們同質性的人 那每一個人有每一個個性 每一個人有每一個條件 所以你吸引的人會不一樣 對 但是假設你在談的是賺錢 想賺錢的人多 嗎 多 多 多嗎 多 多嗎 多 那想賺大錢的人多嗎 多 那這個世界上 有人在家裡在賺錢的嗎 沒有 沒有 還有人保證你賺錢的嗎 沒有 沒有 只有日月三十八 抓到日月三十八的那個影音有沒有 有 有 你來到這個地方是被保護的啊 對 舉例我現在站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限定日月三十八 什麼團隊可以來有沒有 沒有 沒有 只有日月三十八的個性 但是有很多的團隊已經形成小團隊 所以你就不能去啊 但是我在的地方你都可以來啊 這樣了解嗎 所以有很多人在外面遇到了很多的瓶頸 一直突破不了 也沒有辦法去找到對的方向 對的人就跟他去做什麼 請問 然後我一直站在這裡 在等你們來 我來協助你們 好 所以這時候呢 我要談的是賺錢 那因為現在的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距離要越遠 所以我們的人數要越少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想盡辦法 所以現在我也有開始想一個方法 未來我們應該常常會有一個方法 叫視訊 好 你約了一個大老婆 就把他拉到旁邊 我來跟你視訊 你把我時間定下來 把那個會議室開好 我就跟你視訊 你看他要跟我談什麼 我來跟你談什麼 有沒有快 我每天坐在飯店就好了 來 一天我可以談好幾個 所以上不轉 路轉 路不轉 能轉啊 但是呢 我希望你來的人 是要搭成對馬鈴隊 因為我今年要創造多少個非馬鈴隊 100個 100個 100個非馬鈴隊 昨天我聽到拿督的想法 是今年要創造500個非馬鈴隊 那如果他創造的是500個非馬鈴隊 我們團隊拿100個非馬鈴隊 也差不多而已啊 我還覺得不夠 如果他拿500個 我希望250個 這樣才能夠成為RELEAR最大團隊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要有這種格局啊 不是只有當時候人家拿500個 我就5個就好了 不是不是 你要跟他一個 一直往上靠 從我第一天開始 我就要告訴我自己 我要最短的時間 要去創造自己最大的營業 從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 做到最後是天天有收入 所以用這樣的視訊呢 未來應該會很多 然後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來協助你把你的朋友 我們用視訊來講 可不可以 可以 而且可以一次好幾組一起講 就這樣一次講